x2 x3 x3 x4 x2 大家好我是 Kraan 我叫Kraan's Cooking Show MING PAO TORONTO 好 今天看到快手麵 又看到肉 这不是Maggie Goring的组合了 今天我们要煮的东西是 因为我们平常时有的是快手麵 然后我本身也是很喜欢吃Burger的人 然后快手麵跟Burger怎样结合在一起 今天我们要煮的就是Maggie Burger 我们的面包变成Maggie的上面 然后肉就是Burger的中间 再Maggie在下面 现在要介绍我们的材料啦 Maggie Burger材料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洋葱 因为洋葱是要放在肉里面混合起来的 然后Tomato 还有我最爱的Cheese 还有生菜 盐 酱油 蒜 然后去那个牛的腥味 然后我最爱的黑胡椒 还有OK 这个Sauce是看个人喜好 如果你喜欢吃Mayonnaise Tomato也可以 可是我喜欢辣椒酱 OK 然后两颗蛋 两颗蛋是我要做什么用的 是因为我的蛋是要把我的Maggie 混合起来 给它定型 才可以做上面的面包 还有 肉 它的灵魂东西 肉类可以分 鸡肉 牛肉 羊肉都可以 可是我吃Burger很喜欢吃 牛肉 OK 还有 我会比较建议有一个模型的 因为模型的好处是可以定型做成Burger的那个 饼 还有上面那个面包的那一块东西 还有 油 哎 我没有包装的 是因为 还没有赞助 没有赞助的 请找我 首先 我们先煮面 然后煮好一包水 哦 小心看了大家 然后 丢你们三包的面进去 OK 丢你去过后 OK 我们就给它慢慢的煮 现在就是要切我们的洋葱先 OK 切洋葱其实有它的技巧 就不要给它烂到眼睛 这个酥鱼我会先切它的头 所以你的 这个鱼可以淡着 所以不能动 所以你先切一半 然后切一半两个后 也是平嘛 所以它平化 再切一半 然后切到头 我会建议切比较大块一点 所以那个我们放油肉里面 会有点口感 然后我会先切这样子 就大概是这样的 麵鸡 好 我现在是切大概 2一的蒜 我们按扁过后 所以它的那个蒜会比较散 所以我们切的时候会比较 三变的 然后我们切碎 洋葱 酱和蒜吃好后 我先放黑胡椒 盐 盐 还有酱油 然后 胡椒 然后盐 盐是提味 因为牛肉本身有味道啊 只是 等下 亚洲人比较中偶一点 然后看你们自己个人 会不会 我是比较喜欢用手 可是因为我要做别的东西 所以我要穿手套 不然我不会是赤裸我用手来做的 然后穿手套 然后把全部材料集成一堆 然后我看 大家融入在一起的 就那么满 所以说大概是这样子 有洋葱有蒜有盐有比较多 OK 面是它的 hamburger 就是我们所谓的burger上面的 面包 所以面包力是怎样的 面包凝固吗 要包真的肉来要 所以 就要有蛋的帮忙 来把这个面给拧固 所以我们可以来炸的时候 还会变成一块美美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打两粒蛋 然后我会放一点黑胡椒 提味 然后放一点的盐 嗯 不用啊 你们的筷子还是叉来打 所以把弄过后 直接 倒进去 所以就快速的把那些蛋跟你的面 插在一起 所以现在你们的全部的Maggie面都满满的 蛋黄 鸡蛋 鸡蛋 鸡蛋酱 现在就要炸我的Maggie 拿一个平底锅 然后 开 我会开个100 120先啦 不会太热 大概放 不过我们炸东西的那种高度了啦 不要太多 OK 现在我们是要去做它的BASE 就是那个 Hamburger的面包 就是它Maggie 肉和Maggie 所以 拿好你们的 抹去 放上去 那个 热油上面 小心很烫啊 OK 然后就把面均匀的抹在上面 哎呀 啊 臭 如果不想Parent再疼 请赞助 优良的电弩 以及 乖巧的使用语 可以看我已经均匀的放面在上面了 然后你们用你们的擦还是什么啦 就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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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的那个 模具 铺满 很紧张哦 很怕一miss爆它就可以烧焦去了 因为面色可以烧焦了 哦哇 成型了 哇 OK我们要翻了啊 我们要翻了啊 真的要翻了啊 这样子 看 Golden Brown Color 很香的蛋味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look 就是我不要太焦是因为 烧焦吃多不好 脆脆的 来尝试看 OK 下来是做第二坨 再做第二坨 OK 好了 这个就是 Maggie Burger的Maggie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它的肉 它肉呢 也是一样用回这个模具 然后拿钢匙 我会放多一点啊 这个声音 好诱人啊 一样也是一样 它进去 哇 那个充味出来了 哦哦 它的酱油味很重 因为可能我要放那个 上炒啊 所以它颜色应该很漂亮 然后 不要这样太大火 是因为 如果一面烧焦的话很快 它里面不熟 就煮不到了 因为外面烧焦就很难煮了的 哦 OK 定型了 定型了 好漂亮 啊 不熟Burgo的料理很缺了 还有时候我们再加吃 面 不代表一定要吃快手面 可以加一点料理 就是把面变成 一个Burgo也是很不错的 一个 一个变化啦 好香哦 所以我们每次 你们煮 肉肉的熟嘞 最好是放冰锄 不要放在外面太久 因为放冰锄的话 它就会比较凝固一点点 所以煮的时候它们一刹掉 它就每每一块在那边 它们一刹 有时候你放太 室内了 太 太室了 还是太 松了 你煮一下就刹掉了 你们也是可以 不一定要放油的 你们放olivoy也可以 butter巴会比较香一点啦 可是butter巴会容易烧焦 比较快烧焦一点 butter大概在 百二 百三 百四度左右 看火很快就会 它会蒸发掉 好嘞 OK 这个油很想碰 What the 洋葱的水分 水很会碰 它到底也会压 哦 kissi kissi 快点叹售 好一点油 这种油有一点盯着 好不好叹售 一直盯着 No God Please No 好 OK 放火 大概是 Medium 好嘞 好嘞 先拿出来 出来 好嘞 好嘞 其实你可以放旁边给它休息一个五分钟 我们叫rest 因为有可能你放着它的时候 它本身外面的热度会慢慢的渗透到里面去 所以它会更加的熟 如果你不想吃生的话 所以现在我们放它五分钟 然后我们去做点排盘 现在已经是rest了五分钟 然后它的肉比较温了 OK 油太短了 OK 然后刚才切了一个tobedo 一个tobedo 所以tobedo我会放最后一层 很大块一下哦 然后我就会放肉啦 放肉 有juice哦 你看有juice哦 有juice 放肉 然后我会放cheese 这个cheese是开个人的 有些人会放两层 有时候会放一层 哇 然后就放tobedo 还是gis sauce 还是mлюce都可以 然后上去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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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edle ok 然后就放菜啦 菜一片就好了 然后再放 看看我们煮的那一片 ok 这个就是 今天的完成品 Maggie Burger 现在是市区时间 哇 做那么辛苦可以吃了 哇 这个Maggie Burger的味道太胖了 它的Maggie很香脆 然后洋葱在它的骨头里面混合起来 太Juicy了 还有那个Cheese 浓浓和辣丝 OMG 就是完美的结合 哇 还有它的香葱味 对不起啦我太感动了 我们再来Ending吧 好 我们今天来总结这个Maggie Burger 好 Maggie 就是看手面不只是有一种的煮法 还有很多种煮法 这种也是一种类型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这种的类型的话 请告诉我 我会煮更多的给你们吃 还有谢谢你们收看这一集 然后给我更多的 comment 就是你们Recipe 要给我煮什么 放在comment给我知道罢了 ok 分享 订阅 还有按铃铛 我们下一集见 哦 导演 会很转帮我擦油架 你看 自己托吧 没有赞助 你不用指得到我们的 sponsor我啦 很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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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